大家好 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Jane 今天分享的这个节目是新冠疫苗系列的第四个方面 是有关新冠疫苗对不同的人都有哪些好处 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有趣的例子 新冠疫苗我们知道它有两个特别大的好处 一个就是降低得新冠的概率 大概有95%的有效率 同时如果得了新冠有了新冠疫苗的保护 它转重症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所以这就是说对那些高危的人群 比如说医护工作者 他们经常要和新冠病人在一起照顾他们 然后他们有了这个新冠疫苗保护 就可以降低得新冠的概率 还有呢有那些基础病的病人 比如说他们年纪比较大或者有些基础病 那些人急需保护 因为他们一旦得了新冠之后 他们的重症率就比较高 所以有了新冠疫苗 他们可以得到极好的保护 比如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本人很年轻很健康 但是呢他家三世同堂 有抱妈妈岁数都比较大了 所以这个朋友呢他也特别的积极 只要疫苗一旦有了 他就打算好了去接受这个疫苗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经常忽略的就是 这个疫苗不仅保护我们自己 还保护别人 比如今天我家女儿 我跟她商量这个事的时候说 疫苗有什么好处 她就还是挺明白的 她就是说一旦我们又开始回学校 因为我女儿学校是一个住宿性的学校 现在呢都是在上网课都在家 如果以后疫情控制她去回学校的话呢 她就想到了 即便我虽然很年轻 没有什么技术病 估计得了新冠也就是很轻的症状 比如嗓子疼啊 身上有点不舒服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她不想因为自己有情况 让和她一起上课的同学传染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护性 就是我们能够减少得新冠的病人 这样也减少一个传播的途径 有关这个新冠疫苗 是不是能够降低那些 没有症状的携带者的传播能力 现在还是在进行研究的一个过程中 我本人还是非常乐观 觉得这个数据出来之后 一定是不错的 因为有了自身的抗体 我本人认为还是会很有可能 这种传播性也会降低 在考虑要不要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 就要考虑利弊和选择 如果有的朋友前面讲的那三个例子 对他来说都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比如我一个好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单身技术宅男 自从新冠疫情有了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家工作 那天跟聊天他告诉我说 今年7月份加了油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不用去加油 那这样的日子肯定就是天天宅在家里 也没有其他人自己很健康 自己得病 然后把这个病传染给别人的概率都非常小 如果他说疫苗的事我要等一等让一让 我也不会反对的 好最后总结一下 疫苗对我们有三大好处 第一个就是降低我们自己得病的概率 还有降低如果得病了之后 转成重症的概率 同时呢避免我们自己得病 也避免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新冠的传播者 谢谢你观看欢迎你点赞订阅和转发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拜拜